台中市料性男子今天下午四时许驾驶货车 行经南屯区五全西路三段平面道路时 已因车速过快 导致转弯不及 直接冲撞道路中央的分隔岛 并撞到台中市警局设置的监视器杆 警销或报到场后 因料的左脚卡在驾驶座 经使用破坏器材后 将料送往医院急救 无生命危险 台中市消防局勤指中心表示 今天下午四时许驾驶货通报 国道一号南下出口街五全西路三段平面道路附近 料性男子 21岁 驾驶的货车自撞安全岛后翻覆 警销到场后 料的左脚卡在驾驶座 经使用油压剪 撬棒等破坏器材 将车体破坏后 顺利将料送往中港澄清医院治疗 料的右腿骨折 详细的案发原因 有待台中市第四警分局交通分队调查 台中市南屯区五全西路三段 今天下午四时许传 出货车自撞车自撞分队调查 战中市南屯区五全西路三段 今天下午四时许传出货车自撞分队调查 经销利用破坏器材 抢救受困车内的料线男子 记者陈宏瑞 翻设 分享 台中市南屯区五全西路三段 今天下午四时许传出货车自撞分阁调查 经销利用破坏器材 抢救受困车内的料线男子 记者陈宏瑞 翻设 分享